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且打击能力不错的武器 对于美空军来说 这种70毫米火箭弹的作战能力 依旧可以满足日常的作战 且这款火箭弹还在美空军 陆军和海军陆战略的一系列战机上装备 因此美空军想进一步研发这种武器也不奇怪 但就火箭弹技术而言 美空军实际上远远不及我军 这主要也是因为美空军的火箭弹 已经是上世纪40年代的产品了 虽然有几十次改进 但确实需要研发新的弹体了 火箭弹的相对于导弹威力较小 但优势就在于重量轻 活力密集且执行打击刃的时候比较方便 一架直升机就可以携带4个19款70毫米火箭槽 一次性就能打出76枚70毫米火箭弹 打击能力相当出色 且射程相对来说也并不远 例如美空军的九头蛇型70毫米火箭弹 可以达到10千米的射速 并且起速的高达2马赫 完全可以在10秒内打击完毕 而数十枚火箭弹齐射 完全可以轻松覆盖一个不兵牌的作战范围 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便宜 一枚火箭弹按照美军2016年的采购价 还不到2500美元 依次发射近80枚价格 也仅有20万美元左右 其成本仅仅和两枚地狱火导弹相当 但打击能力就要超出许多了 而在火箭弹技术上 我空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准 且不但攻击机 武装直升机 拥有非常强大的打击能力 就连殲-10 殲-11这种战斗机 也能利用火箭弹发起打击任务 甚至刚刚进入我空军现役的苏35 和江20战机也不能免俗 在演习中就迅速打起了火箭弹 并且展现出了相当不错的筋度和打击威力 而我空军的火箭弹技术 目前已经可以做到 在拥有小型导弹筋度和威力情况下 保证相对较低的成本 一枚90毫米火箭弹的价格 仅有一万元人民币左右 除了普通的高爆弹头以外 必要情况下还可以更换巨能穿甲弹头 燃烧弹头和反步兵弹头 且我军的火箭弹不断在空军陆航中装备 甚至海军的战舰上也有不少火箭弹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其实是看上去落后的火箭弹 依旧能在现代战争中发挥极大的作用 我军在多次演习 训练和执行作战任务中都将打火箭弹作为关键任务之一 甚至要求空军的飞行员掌握这种技术 即使无奈的选择 也是我空军在现代作战中探索出的新型作战模式 火箭弹这种武器看上去落后 但依旧能发挥出足够的作战能力 且随着空军的技术提升 火箭弹和航空炸弹这些相对较为落后的炸药 在改进后 依旧能发挥出非常不错的作战能力 即使是美军也不能脸乎